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介绍一种非常简单的 可能大家随时都可以用的一种泡茶的方式 就是用这种保温杯来泡茶 怎么样用这个保温杯来泡茶 保温杯的作用是当一个茶壶的作用 一方面是现在天气寒冷了 保温杯可以保温 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出去出门的时候 很多人都喜欢带一个保温杯 用的非常多 所以用这种保温杯 如果说是能够把我们的茶泡得很好 能够呈现一种不同的茶汤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 又简便又好玩的一个事情 用保温杯来泡茶有很多的好处 它可以让这个茶里面的内含物质 充分地释放出来 我知道现在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煮茶 保温杯泡茶它就介于煮茶和我们盖碗冲泡 这样的一个两者之间 它皆有两者的好处 保温杯泡出来的茶汤 比我们用盖碗冲泡的茶汤 要更浓 更厚 更纯 比方说如果是用老白茶的话 它会有很明显的糯香 枣香 像这种糯香和澡香可能只有在煮茶的时候才会出来 怎么样用这个保温杯来泡 这个就比较有讲究 那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投茶量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投茶量 保温杯里面的这个容量是比较小的 大概就两三百毫升 米盖碗稍微大一点点 它又是一种焖泡 所以茶量一定要小 比如说我用这个保温杯来焖泡一个老六宝 老六宝用保温杯来泡是非常好的 水要刚刚烧开 水加满 然后焖在里面 等过个两个小时以后再去喝 就会非常好喝 喝掉一半之后再加水进去 再继续焖泡 你甚至说今天闷在那里 第二天再来喝 它的味道还是非常的棒 这个就是保温杯闷泡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优势 一个方便的地方 我放在那边我不喝它也没关系 我就闷在那里 我随时想喝都可以 到第二天再喝也没关系 那么什么样的茶 可以用保温杯来泡呢 我觉得除了绿茶以外都可以 不像煮茶的话 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老茶 但是保温杯泡的话 你可以比方说像红茶也是可以的 乌龙茶都可以泡 它会泡出不同的味道 因为保温杯里面的水温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高的 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状态 我建议最起码要先闷个两个小时 里面的物质就会慢慢慢慢出来 苦涩味没有煮出来那么的浓烈 它苦涩味会更弱一些 它其实既有煮茶的浓厚的口感 也有泡茶的鲜爽滋味 所以它是有两者的这种优点在这里面 那它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 用保温杯泡茶就可以实现 我们随时随地能够喝到一泡好茶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是觉得外出是用这个最好的方式 很方便你随时都可以喝 而且都是热的又有充分的茶味 外出的时候带这个是最合适的 感谢观看